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这次补齐了一些短板 三款新机必将大卖 双方都争得脸红脖子粗 反正谁也不服谁 不过 唯一让大家都认同的是 新iPhone真低贵 一万多块啊 像小鱼这种囊中羞涩的 卖不起怎么办 仔细想想 iPhone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更强大的处理器 更优秀的拍照功能 更贵的价格 Nano最大卖点当然是独一无二的iOS系统了 所以 看完发布会后 小鱼默默的将破旧不堪的5S掏了出来 给它升了个iOS12预览版 话说 升级后的5S 感觉比刚买来时还流畅 所谓预览版 就是最终测试版的意思 通常来说与正式版相差无几 iOS12预览版和正式版的固件版本号将会是一致的 更新内容和功能也一样 唯一的区别在于 预览版是面向开发者 及公测用户的 像小鱼之前升级过iOS12测试版 发布会刚结束便收到了推送 而正式版是面向所有普通用户的版本 推送时间要晚一些 要到9月18号 S iOS12预览版 更新了哪些新功能 更流畅 稳定以往iPhone都是越升级越慢 但这次不一样 iOS12在最大的改进 就是更加流畅 稳定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 升级到iOS12的设备 向西启动速度提升70% 键盘弹出速度提升50% 设备高负荷运转时 应用启动速度最高快两倍 玩了多久手机 现在一目了然在屏幕时间选项中 可以看到你一天玩手机玩了多久 哪个APP用的时间最长建议删掉 微信除外 并且还能对APP使用时间进行控制 再也不怕熊孩子乱玩手机了 走捷径的Siri 这次苹果给Siri搞了个捷径 像以前提问Siri 它只会机械式的回答 但现在它会学着直接给你结果 或转到专门的应用上 而且随着使用iPhone频次的增加 Siri会慢慢熟悉你的习惯 越用越聪明 整洁的通知中心 以前iPhone上的通知 对强迫症来说 真是一种煎熬 现在好了 通知中心会将通知按照APP分组 整洁又干净 针对某些不想看到的通知 还可以设置隐式推送 只会在通知栏上出现 不出现在锁屏上 不显示横幅 没有声音 好玩的Animoji和Memoji 现在的Animoji除了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像土舌头这样细微的动作 录制时间也提升到30秒 足够你比划一个大鬼脸 Animoji就更好玩了 你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动画表情 脸型 肤色 发型 配饰 甚至是雀斑也能自由选择 一上五点是小鱼认为 iOS12最实用有趣的新功能 当然 除了这些还有 新增的误绕模式 酷炫为AR功能能够自动分类 智能筛选的照片 APP升级后的新闻 股票 预音备忘录等冷门App The CarPlay可以接入第三方APP 终于可以用高德地图导航了 iOS12与iOS11支持的设备是一样的 像N年前的iPhone 5s iPad mini 2等也能吃上 不得不说 这一点比安卓要良心太多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虽然很多老款iPhone可以升级 但不建议盲目跟风 最好是等网上相关升级反馈出来了 再考虑要不要升级 小WWW 回答订我了 最好声的 shepherd 来自新闻 层一天 安心的车派到处理 最好是一定的信度是一次 最好你最好 是因为《小村》的城市 当隔禾 生活的城市 阪市 开刀 层一阻平